胖达人面包店出了问题了 大家这几天看新闻就会看到这些讯息 但是这个面包店究竟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重点在那面包里面加的料 那个料呢是人工的添加剂 这个添加剂会让你吃起来觉得面包的口感非常的好 味道特别的香 咬起来感觉上这面包真的是一级棒 但是你却发现到你花了这么多的钱 居然都是人工香料 这个case哦观众朋友你看 有一句成语叫小虾米豆垮大鲸鱼 这个小虾米是谁 一个香港人 他叫什么 我就直接讲英文名字叫case 他是一个香港的部落客 但是呢他专长是在于胖 胖到台语嘛 台语国语叫面包的意思 他哦很会做面包 他也很会品尝面包 所以呢我觉得他才真的是胖达人 那这个case呢 他在香港为什么能够买到胖达人的面包呢 哎观众朋友你要晓得啊 胖达人不是只有台湾有哦 香港也有 啊 大陆也有 这面包店已经开分店开到香港大陆了 那这个case 这么有名的面包店 有名啊 哇 所以他还会引起亚洲国家的重视 那case他是在香港的太子店 就买了这一个所谓胖达人的一些面包回去吃之后 他发现 哪会这么香哪会这么香他就觉得有鬼 为什么 他就举例啦 他自己啊就用天然的果泥去烘焙面包 结果呢 哪有味道 好 那他就不信邪儿啦 他就再做另外一个实验 他呢 去买了 我讲的哦 是天然香精 不是人工香精哦 是天然香精 他买芒果口味的天然香精 他也要学着来做这样的面包 对一罐三十毫升 整罐给他加下去 结果呢 结果 也没有香味啊 哦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老神在在笃定 打到香港太子店 一开始打电话去 劈头就问 他说 你们的面包是不是有加香精啊 结果店员怎么说 店员就说 因为这是在香港嘛 他就说 没有加香精啦 船是天来食材的味道啦 结果呢 Case呢 就开始把我刚刚讲的那套逻辑 开始吐他的槽啊 吐他吐他 店员招架不住 他就说 公司教我们都说要没有加香精 其他就不清楚 I don't know 公司教说要说没有加香精哦 是 那么 他为什么敢打这个电话 刚刚我已经给观众朋友解释了 但是 最通电话打完 加上 店员的含糊其词 这时Case就确认 你们胖达人 八成就是加人工香精 哦 确认之后他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就上网踢爆 直接开始 撰写了一篇文章 而这个文章出来 各位要知道哦 我刚刚讲他是小虾米 所以一开始他遭到了两个反弹 哦 一个叫 胖达人面包粉丝们的反弹 你很爱吃胖达人 你就会说啊 Case你是不是别的公司派了spide啊 你有证据吗 是一个 另外就是公司派的反弹 公司的人会讲啊 说哎 你怎么可以发表这样的文章 不只你不能发表哦 谁要是转载 我一样告 哎呦哎呦哎呦 民事跟刑事诉讼耶 嗯 不过 立刚 我们这个节目大家都很清楚 真相只有一个 如果 你的说法 变来变去 那就代表你讲的 不是真相 嗯 好 对 秒了哦 后来胖达人的总公司这边 就开始说法一遍再遍 一下又说嗯 有啦 我们有用 食用级的香金 食用级的 而且声明稿里面不是很易说叫人吗 那就加啦 嗯 对 食用级的香金啊 对啊 然后呢 要告人嘛 转载的也要告嘛 不告了不告了不告了 但后来呢 隔了一两天 又说 没有 我们哪有加香金 可能是我们的原料有问题 嗯 这个原料商哎呦 怪到原料商了 哎呦 原料商一被你怪 马上跳出来说 有加香金 而且是你们自己要加的 怪到我们原料商来嘞 好 讲到这边 是不是还了case的清白 那这个事情就大条咯 因为 他牵扯到 詐欺 嗯 因此 检警就开始调查 因为你想想看 胖达人的面包多贵啊 一个面包平均都是八十到一百块钱 对 平常吃的面包也才二三十块 还有一个人很生气 他贵这么多 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强调是 没有添加任何人工的化学物品 对啊 那还有一个人也很生气 谁啊 学 什么 学这种环保 卫生 专长的 出身的 郝隆斌市长了 台北市长 对 他就要求台北市的法务局 消保官 公平交易委员会 嗯 给我好好的办 好好的查 好好的罚 好 结果咧 检方就开始动作了嘛 对不对 嗯 哦 可是妙了 观众朋友 这人是谁啊 是谁啊 这个人你可能觉得很陌生 他其实才真的是 胖达人的董事长叫庄宏明 可是今天新闻出来的董事长不是他啊 因为他换人了 什么 在出事之后没多久 马上换成一个叫徐巡萍的 才几天就可以马上换董事长 那摆名就是要脱罪嘛 我跟各位讲哦 他马上换了一个徐巡萍董事长 这徐巡萍 在检察官约谈的时候就讲啊 我才刚做董事长 我也不知道 哦 总经理徐 另外一位徐总经理 他也说我也是 才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出了场 都坏了 观众朋友想不想知道现在这事结果 现在到底要怎么收场 我跟各位讲啊 现在政府要罚三倍 可是他就讲你不能罚我三倍我会破产啊 好那怎么罚 没关系 只要是从他开店到现在 你要是保留了发票 保留了签单 保留了收据 你都可以去叫他退费 而且 目前是想要退三倍 但我刚才讲了 他说退三倍会破产 不过观众朋友 你自己想想 真的有办法叫他退吗 你发票还在吗 你签单还在吗 你收据还在吗 最后我讲一件事情 这是两个月前三周登的 看到没有 斗蛋的标题 都是在黑路 胖达人 哇 怎么样开店 怎么样升价 怎么样破译 你会发现 这样的两个月前 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店 但是两个月后 竟然是成为这样子 你说 讽刺不讽刺 真的是很讽刺的事情 大家想想看 这个胖达人的店 在全台湾包含了香港 包含了大陆 到处开店 现在老板的身价 可是已经上亿元的 大家花了那么多的钱 买了面包吃 结果搞到最后 吃的要安全 吃的要卫生 结果吃的不安全 吃的呢 绝对是人工香料 你不觉得你花的钱 非常非常的冤枉吗 但是 我们看到这面包 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哦 因为大家会发现到 以前吃面包 没有那么的香 没有那么的口感那么好 没有那么的美味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面包 每一个面包都香喷喷 又软又酥 真的是面粉改良吗 还是说 人工料的香精 人工的发酵粉 越加越多呢 我们就要来用 这个其中呢 我们就要来找找看 有六大黑暗面 究竟在哪些地方 对 这个我在讲六大黑暗面 我们先讲一下 很多人喜欢面包 刚出炉的 非常香对不对 加了所谓的人工化学的香精 现在面包真的好香耶 所以说我们要判断 这个香不香 现在哦 根本不用靠近闻 离了一公尺 几十公分就闻得到 但是呢 很多人喜欢刚出炉的面包 其实味道真香 看了就想吃 闻了更想吃啊 但是千万不要吃 刚出炉的面包 除了这个香精之外 有一个最重要的化学物质 这个当时哦 在几年前林医师他也追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丙烯烯烯 我们知道呢 面包是面粉做的 面粉是一种所谓的碳水化物 好高的碳水化物 低的蛋白质就是面粉这东西 只要经过油炸也好 烘焙高温120度C的时候 他会产生化学物质 等一下叫做 你说丙烯烯烯烯 经过到120度 他会有一个化学物质出来 对 就给释放出来 这个就随着 就是这个东西 他会随着面包的香气 出来 那我们面包的香味 就吸入这个丙烯烯烯 那个丙烯烯烯呢 它是一种的化学成分 它是做什么东西呢 聚合丙烯烯烯 做这个胶水的啦 化妆品蒸抽剂啦 或者是做化工材料 那这东西呢 在1994年 癌症医学研究中心 就公布 它是二级的 这个致癌化学物质 它是二级致癌物质 那很高耶 对 那你的意思说 进了面包店 那个香味还不能闻了 对 因为它伴随了 这个丙烯烯烯扑鼻而来 所以最好呢 叫冷的时候 没有香味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最安全 那个丙烯烯烯呢 它有几个毒性呢 第一个神经毒 什么叫神经毒 你要闻 闻久了 根据研究报告 它呢 它会让你错觉 产生幻想 那么记忆力衰退 这是神经毒 另外呢 就生育毒 生育毒就是 它有做实验哦 老鼠实验 老鼠的肩虫数变少了 什么 这么严重啊 对 生育率降低了 另外 刚才提到的乳腺癌啊 肺癌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 甲状腺癌啊 就是癌症的发生机 也都跟它有关 对 那么2005年已经 刚刚提到1994年 癌症研究中心 公布这个数据之后 2005年瑞士的科学家 在国际论文发表新闻 发表论文 的确这个 丙烯腺癌就这样 所以我们认为呢 丙烯腺癌哦 这个东西最好 面包刚出的时候 不要去闻它 冷的时候 哎 比较安全 那如果面包店的员工那怎么办 对 所以最好是 它躲不掉啦 催散之后 因为在研究呢 它是可以随着时间 呃 变长 这个丙烯腺癌呢 会降低 嗯 除了它之外呢 比如说的油炸类的也会 但是温度要高 120度就会产生了 所以呢 面包里面 刚刚除了香气 还伴随那个致癌的化学之外 通常面包啊 大概含有几样东西 有几样 我们来一一来看一下 最少都有这几样 蓬松剂 那蓬松剂就讲到的所谓的酵母啊 酵母有实验室制造出来的酵母菌 叫easter 有一个叫天然酵母 天然酵母在发酵过程非常慢 比如说我们的葡萄 比如说我们的橘子 柠檬或者是其他的水果 皮都有酵母 那么酵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它会伴随什么 酸味 所以意思说就是橘子皮或者葡萄皮 烂掉以后里面就会产生酵母了 酵母 但是天然酵母发酵 那好多天耶 第一个时间久 第二个伴随酸味 时间也不好控制 膨胀的这个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呢 会加蓬松剂 那么如果用实验室做的酵母呢 好控制 那么甚至蓬松剂的膨胀剂加下去 化学的膨胀剂加下去 所以这等于就是我们一般在做面包里面讲的发酵母粉 酵母粉 酵母粉 就是这个东西了 天然酵母粉刚才提到的很不容易做嘛 而且不容易控制 而且产生酸味嘛 天然的不容易 那化学实验师制造的酵母粉就容易了 让它蓬松 还柔软 所以这个提到这个问题 濁色剂 濁色剂 如果面包烤得很漂亮 有五颜六色重要的 小朋友喜欢吃草莓的面包 喜欢吃这个 这个有这个果酱的面包 这个通常有濁色剂 什么 面包里面还要再加色素进去啊 那色素我们知道啊 黄色色素 红色色素啊 会产生小儿小朋友的过动性现象 所以这着色剂也会添加性 改良剂就之前我们讲过的 顺丁基二酸那种 所谓的淀粉改良剂 因为淀粉弄出来的时候 如果面包不软不Q 那么加改良剂就是化制淀粉 你说现在的面包又软又Q 并不是所谓的面粉 或者是一些那个酵母粉不同 而是加了这种改良剂 我们叫化制淀粉 就是所谓的淀粉的改良剂 让膨胀的很Q很软 这不就化学药品吗 是 那么接着抗氧化剂 因为面包有油的成分啊 怕说油产生氧化作用啊 抗氧化剂 BHA BHA T也会致癌哦 就抗氧化剂 这也会致癌哦 对 那么乳化剂 这个面包要讲的很柔软很Q 还有一个乳化 天然乳化剂就是蛋黄 但蛋黄容易坏啊 蛋黄容易产生臭味啊 加化学的乳化剂 把油跟水可以乳化在一起 化学乳化剂 所以面包吃起来就变成这样子 口感很好 比较Q比较软 保水度比较好 那么最后一个 面包可以放一个礼拜吗 需要什么东西 防腐剂 什么 防腐剂也要加 对 本甲酸最常见到的 因为它的效果最好 而且呢 比较没味道 那其他的防腐剂 可能会有酸味 所以如果面包要保存那么久 又里面有馅 比如说有红豆馅啊 绿豆馅那种东西 甚至有奶油的东西 加了防火剂 可以保存一个礼拜 以上 所以 零零总总 一个面包 就有将近要十种的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嗯 但 但陈博士 你说呢 这么多种的东西添加在里面 那我们吃到肚子里面怎么办 对 当然我们讲到的 所谓的化学的面包 不是不能吃 而是 它这个都是实用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限制 吃多了不好 嗯 那么如果也不能 如果是加的东西 也不能标版 它纯天然 因为问题是 它有这一些化学的添加剂 哦 所以最主要胖大人的面包 它就是因为 加了这些东西在里面 它不是纯天然了 是 嗯 那可是一般的天然的面包制作 要花很多时间 像你说讲的蓬松剂的部分 八九天 真的有那么花那么多时间 对 时间上就是 花的很长的时间 那么它做出来口感不见得好 因为一般 所谓的天然像我们弄在的口感 会硬哦 嗯 而且面包很硬 容易一天之后就容易干掉了 你这么想 让我想到的法国面包 是不是也就是 对 硬邦邦的那种感觉 一天之后就非常硬 它咬断你这个牙齿 嗯 因为它天然锈母发酵的 它本身的质地有硬 而且口感不好 吃起来 刷刷 嗯 那么如果是用 所谓的化石淀粉改良的 加了蓬松剂的话 嘿 柔软 再加乳化剂 保水度就很好 第二天 第三天 还有柔软 保水度又高 那像这样蓬松剂加剂 是不是面包里面 我们咬起来很软 然后中间孔都一样的 那么大 对 就是非常整齐 非常漂亮 甚至呢 没有在这里面的 如果面包很白的 可能要有漂白剂 因为 什么啊 白还加了漂白剂啊 对 面粉在制作过程 先漂白 嗯 所以做出来的面包 才会非常雪白 所以你说像那白吐司 有的就加漂白剂了吗 对 嗯 我们不是每一个都会 但是通常面粉都是 都会有淡黄色的 如果产生的很白的 很雪白的 闻起来又很牛奶味道 绝对是化学的 为什么呢 真正的牛奶 在烘焙完之后 120度C 140度C烘焙完之后 它不会有保留那个香味 很快就散掉了 嗯 所以如果在保留那个香味 那么又没有雪白 这个肯定有加了 所谓的牛奶的化学香精 嗯 甚至刚刚提到的漂白剂 让那面包看得很雪白 嗯 天啊 你想想看 你那个面包吃的时候 你闻一下那味道 上面有很香的牛奶味 小心哦 那里面可是加了人工的香料 让你闻到的是 人工香料的牛奶味的面包哦 吃面包真的要小心 但看棒球赛 大家一定会想到谁呢 徐生民 徐生民 他在上个礼拜 球赛结束后 过世了 他的生平一生呢 其实真的是丰功伟业哦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